刀比在后腰上 我也要开玩笑 我回头看一眼 我开刀我才验证起来 事发太过突然 田师傅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看着顶在自己后腰上 那把明晃晃的尖刀 本能的自我防护意识 让田师傅选择了配合 把钱拿出来 大哥我也没有信心 手机有钱吗 手机有 把手机拿来 他用刀比在后腰 要我把钱拿出来 我说没有钱 他手机拿出来 由于恐惧和惊慌 田师傅竟然把自己的 两部手机都递了出去 手机先要我 逼到我那儿 看我手机有多钱 持刀男子方看着田师傅的手机 田师傅也在琢磨着这个歹徒 但是独牌呢 还是要害命呢 他说不伤害我 所以我就没反抗 虽然持刀男子说是只要好好配合 就不会伤害田师傅 但是他接下来的一个命令 却让田师傅几倍发凉 头生冷寒 完了他拿个绳出来了 打着现场的扣把我手绑着 手被捆绑以后 田师傅满脑子都是某某某被杀人灭口的画面 然后就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的手机的转账密码等信息告诉了持刀男子 该男子将田师傅手机里的6500元钱全部转到了他自己的手机上 从那个后边下来的 让我当副铁事 一拿刀里后边逼着我 往周克尔塔开车就过来 有警社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手被绑上了 钱也转走了 现在呢 这个持刀歹徒 究竟要带自己去哪呢 荒郊野地 田师傅是越想越害怕 他甚至呢 非常后悔 自己当时没有司机反抗逃脱 现在呢 手被捆着 想跳车都跳不成 田师傅一边胡思乱想 一边紧张地观察着歹徒的行径路线和他的神情 漫无目的地绕了几圈之后 这歹徒突然把车停了下来 车门一开 竟然扬长而去 只剩下了呆若木鸡的田师傅坐在车里 穿了